以赛亚书 第四十四章 我的仆人雅各 我所拣选的以色列啊 现在你当听 造作你 又从你出胎造就你 并要帮助你的耶和华如此说 我的仆人雅各 我所拣选的耶书伦啊 不要害怕 因为我要将水浇灌口渴的人 将河浇灌干旱之地 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 将我的福浇灌你的子孙 它们要发生在草中 像溪水旁的柳树 这个要说 我是属耶和华的 那个要以雅各的名字称 又一个要牵手写 归耶和华的 并自称为以色列 耶和华 以色列的君 以色列的旧属主 万君之耶和华 如此说 我是首先的 我是末后的 除我以外 再没有真神 自从我设立古时的民 谁能向我宣告 并且指明 又为自己陈说呢 让他将未来的事 和必成的事说明 你们不要恐惧 也不要害怕 我岂不是从上古就说明 只是你们吗 并且你们是我的见证 除我以外 岂有真神 诚然没有磐石 我不知道一个 制造雕刻偶像的 尽都虚空 他们所喜悦的 都无益处 他们的见证 无所看见 无所知晓 他们并觉羞愧 谁制造神像 制造无意的偶像 看哪 他的同伴都必羞愧 工匠也不过是人 任他们聚会 任他们战力 都必惧怕 一同羞愧 铁匠把铁在火炭中烧热 用锤打铁器 用他有力地绑壁锤成 他饥饿而无力 不喝水而发倦 木匠拉线 用笔画出样子 用豹子抱成形状 用圆齿画的模样 仿照人的体态 做成人形 好住在房屋中 他砍发香薄树 又取座树和橡树 在树林中选定了一棵 他栽种松树 得以掌养 这树仍可用以烧火 他自己取些烤火 又烧着烤饼 而且做神像跪拜 做雕刻的偶像 向他叩拜 他把一份烧在火中 把一份烤肉吃饱 自己烤火说 啊哈 我暖和了 我见火了 他用剩下的做了一神 就是雕刻的偶像 他向这偶像 俯伏叩拜 祷告他说 求你拯救我 因你是我的神 他们不知道 也不思想 因为耶和华 闭住他们的眼 不能看见 塞住他们的心 不能明白 谁心里也不醒悟 也没有知识 没有聪明能说 我曾拿一份 在火中烧了 在炭火上烤过饼 我也烤过肉吃 这剩下的 我岂要做可曾的物吗 我岂可向木鑷子叩拜呢 他以灰为石 心中昏迷 使他偏邪 他不能自救 也不能说 我右手中 岂不是有虚谎吗 雅各 以色列啊 你是我的仆人 要纪念这些事 以色列啊 你是我的仆人 我造就你 必不忘记你 我涂抹了你的过犯 向后云消散 我涂抹了你的罪恶 如薄云灭墨 你当归向我 因我救赎了你 朱天啊 朱天啊 应当歌唱 因为耶和华做成这事 地的深处啊 应当欢呼 众山应当发声歌唱 树林和其中所有的树都当如此 因为耶和华 因为耶和华救赎了雅各 并要因以色列荣耀自己 从你出胎 造就你的救赎主 耶和华如此说 我 耶和华 是创造万物的 是独自铺张诸天 铺开大地的 谁与我同在呢 使说假话的兆头失效 使占卜的癫狂 使智慧人退后 使他的知识变为愚拙 使我仆人的话语立定 我使者的谋算成就 论到耶路撒冷说 必有人居住 论到犹大的诚意说 必被建造 其中的荒场 我也必兴起 对深渊说 你干了吧 我也要使你的江河干河 论古列说 他是我的牧人 必成就我所喜悦的 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 发明立文圣殿的根基 以赛亚书 第四十五章 我 耶和华所告的古列 我搀扶他的右手 使列国降伏在他面前 我也要放松 列王的腰带 使城门在他面前敞开 不得关闭 我对他如此说 我必在你前面行 休平崎岖之地 我必打破铜门 砍断铁栓 我要将暗中的宝物 和隐秘的财宝赐给你 使你知道 提名赵你的 就是我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 因我仆人雅各 我所拣选以色列的缘故 我就提名赵你 你虽不认识我 我也加给你名号 我是耶和华 在我以外 并没有别神 除了我以外 再没有神 你虽不认识我 我必给你树药 从日出之地 到日落之处 使人都知道 除了我以外 没有别神 我是耶和华 在我以外 并没有别神 我造荒 又造暗 我失平安 又将灾祸 造作这一切的 是我耶和华 诸天哪 自上而低 穷仓降下公义 地面开裂 产出旧恩 使公义一同发生 这都是我耶和华 所造的 货灾 那与造他的主争论的 他不过是地上瓦片中的一块瓦片 泥土岂可对团弄他的说 你做什么呢 所做的物 岂可说你没有手呢 货灾 那对父亲说 你生的是什么呢 或对母亲说 你产的是什么呢 耶和华 以色列的圣者 就是造就以色列的 如此说 将来的事 你们可以问我 至于我的众子 并我守的工作 你们可以求我命定 我造地 又造人在地上 我亲手铺张诸天 天上万象 也是我所命定的 我凭公义兴起古列 又要修植他一切道路 他必建造我的城 释放我被掳的民 不是为公驾 也不是为赏赐 这是万君之耶和华说的 耶和华如此说 埃及劳碌得来的 和古时的货物 必归你 身量高大的七八人 必投降你 也要赎你 他们必带着锁链 过来随从你 又向你下拜 祈求你说 神真在你们中间 此外再没有别神 再没有别的神 救主 以色列的神啊 你实在是自隐的神 凡制造偶像的 都比暴会蒙羞 都要一同归于惭愧 唯有以色列 必蒙耶和华的拯救 得永远的救恩 你们必不蒙羞 也不爆溃 直到永世无尽 创造诸天的耶和华 制造成全大地的神 他创造坚定大地 并非使地荒凉 是要给人居住 他如此说 我是耶和华 再没有别神 我没有在隐秘 黑暗之地说话 我没有对雅各的后裔说 你们寻求我是突然的 我耶和华 所讲的是公义 所说的是正直 你们从列国逃脱的人 要一同聚集前来 那些抬着雕刻木偶 祷告不能救人之神的 毫无知识 你们要述说 臣明你们的理 让他们彼此商议 谁从古时指明 谁从上古述说 不是我耶和华吗 除了我以外 再没有神 我是公义的神 又是救主 除了我以外 再没有别神 地级的人都当仰望我 救必得救 因为我是神 再没有别神 我指着自己启示 我口所出的话 是凭公义 并不返回 万西必向我跪拜 万口必凭我启示 人论我说 公义 能力 唯独在乎耶和华 人都必归向他 翻向他发怒的 避致蒙羞 以色列的后裔 都必因耶和华 得称为义 并要夸耀 马太福音 第二十章 因为天国 好像家主 清早去雇人 进他的葡萄园 做工 和工人讲定 一天一钱银子 就打发他们 进葡萄园去 约在四处出去 看见世上 还有闲站的人 就对他们说 你们也进葡萄园去 所当给的 我必给你们 他们也进去了 约在五镇 和深处又出去 也是这样行 约在有处出去 看见还有人 站在那里 就问他们说 你们为什么 整天在这里闲站呢 他们说 因为没有人雇我们 他说 你们也进葡萄园去 到了晚上 圆主对管事的说 叫工人都来 给他们工钱 从后来的起 到先来的为止 约在有出故的人来了 个人得了一钱银子 即至那先故的来了 他们以为必要多得 谁知也是各得一钱 他们得了 就埋怨家主说 我们整天劳苦受热 那后来的 只做了一小时 你竟叫他们 和我们一样吗 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人说 朋友 我不亏负你 你与我奖定的 不是一钱银子吗 拿你的走吧 我给那后来的 和给你一样 这是我愿意的 我的东西 难道不可随 我的意思用吗 因为我做好人 你就红了眼吗 这样 那再后的将要再前 再前的将要再后了 因为被赵的人多 选上的人少 耶稣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 在路上把十二个门徒 带到一边 对他们说 看啊 我们上耶路撒冷去 人子要被交给 祭司长和文士 他们要定他死罪 又交给外邦人 将他戏弄 鞭打 钉在十字架上 第三日 他要复活 那时 西碧泰儿子的母亲 同他两个儿子 上前来拜耶稣 求他一件事 你要什么呢 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 在你国里 一个坐在你右边 一个坐在你左边 耶稣回答说 你们不知道 所求的是什么 我将要喝的杯 你们能喝吗 他们说 我们能 我所喝的杯 你们必要喝 只是坐在我的左右 不是我可以赐的 乃是我父 为谁预备的 就赐给谁 那十个门徒听见 就恼怒他们弟兄二人 耶稣叫了他们来 你们知道 外邦人有君王为主 治理他们 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 只是在你们中间 不可这样 你们中间 谁愿为大 就必做你们的用人 谁愿为首 就必做你们的仆人 正如人子来 不是要受人的服侍 乃是要服侍人 并且要舍命 做多人做多人的书架 他们出耶利哥的时候 有极多的人跟随他 有两个瞎子坐在路旁 听说是耶稣经过 就喊着说 主啊 大卫的子孙 大卫的子孙 可怜我们吧 可怜我们吧 众人责备他们 不许他们作声 他们却越发喊着说 主啊 大卫的子孙 可怜我们吧 可怜我们吧 耶稣就站住 叫他们来 要我为你们做什么 他们说 主啊 要我们的眼睛能看见 耶稣就动了慈心 把他们的眼睛一摸 他们立刻看见 就跟从了耶稣 诗篇第111篇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我要在正职人的大会中 并公会中 一心称谢耶和华 耶和华的作为本为大 凡喜爱的都必考察 他所行的是尊荣和威严 他的公义存到永远 他行了其事 使人纪念 耶和华有恩惠 有怜悯 他赐粮食 给敬畏他的人 他必永远纪念他的缘 他向百姓 显出大能的作为 把外邦的地 赐给他们为业 他守所行的是 诚实公平 他的训词都是确实的 是永永远远坚定的 是按诚实正职设立的 他向百姓施行救赎 命定他的约 直到永远 他的名胜而可畏 敬畏耶和华 是智慧的开端 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 耶和华是永远当赞美的 如今晚的颜柜 我讨厌 我讨厌 你和华 我讨厌 我讨厌 你和华 我讨厌 我讨厌